满桌好料澎湃下锅 也不用担心电费报表 因为经济部长挂拨紧 四月电价不会涨 沈荣金就说了 是因为今年国际油价相对便宜 就算成本hold不住 也会出动780亿的 电价稳定准备基金 却被立委痛批是挖东墙补西墙 所谓的目前不涨 其实就是选举的话术 用基金来去做补贴 但是在最后 也是拿全国人民的这个钱 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 沈荣金也坦言 电价四月动涨 但2025年非合家元后 电价要涨三成 美度电恐怕从2.55元 飙升到3.39元 唯一好处是六年内不会缺电 我认为说该涨就是要涨 你不能每次涨价就骂政府 三成就1800 多了就变成7800 但是你要想到后续的环境 民众多半能理性看待 但企业界来看倒像是山雨欲来 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都进入一个 唯利的时代 他们是很难去吸收的 最后这个电价一定会反映到物交上 工商团体好着急 更希望政府别放弃核四重启 投资绝对不是短期 看三年五年 好像台积电一个投资都十年二十年了 那你只保证 就是说205不缺电 那我真的对未来是不是不缺电 我没感到担心 看来卡在年底选举 电价涨或不涨都是压力 东森财经新闻六九和坤元台北采访报导